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望向快报》 录的时候仍然是2019年8月2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我们台湾的许刘先生 喂,早上 是,我们的曾Biss 大家好 还有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大家好 还有我这个还在8月1号时区的嘉春生 我们六月上一节讲的陈浩天被捕之后 刚刚又出了一段消息 我们日不落芒香 当然要快点和大家通报 就是在这个天水围 又找了一个仓 找了三男一女 家人关系 找了30支烟雾蛋 哇 真是打算开大片 可能8月3号开大片 大家要留下 无法无天啊 真是扑你的街 哎,我尽量少说粗口一点 因为开始有人说 哇,有粗口 那些 扑街不算粗口 扑街在无线也可以说的 是不是? 不要紧了 翻译 翻译不要讲 大家听到 是啊,翻译不要讲 如果学生的话 因为学生都会觉得你粗老的 但是其实粗口 粗口呢 就是有五个字的 五个字都是 遲些再讲 有机会 因为这个真BC就是专家 我们都不要讲那么多粗口 哈哈 不要搬门弄虎 不要搬门弄虎 是啊,不要BC门弄虎 总之就是现在不能讲 Anyway 好了 那这件事就非常严重了 看到其实这个港独分子 已经将这些 所谓的火药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什么 他们叫做什么 燕毛 燕毛弹 他有个名字 叫做 资源 不是叫资源的 他有个名字 什么都好 物资 是啊,物资 这样都不记得 除了昨天 陈浩天这一宗轰动 火炭这个仓库 武器仓库 被人爆了之后 被警方爆了之后 同一时间 差不多时间 又在天水围 有一个单位 又找到30个烟雾弹 还有一些叛制成品 材料 还在调查中 究竟跟示威有没有关系 哇,很厉害 全港都好像陷入了这个 不是买蛋买蛋的迷霧里面 其实都挺害怕的 好像七十一变利点一样 总有这个炸弹 烟雾弹在左 强碎弹 汽油弹 什么都有 是吧 大家 都挺夸张 现在香港时间大概是九点多钟 看到那些什么泛民 都没有任何的声明出来 谴责 或者怎么样 不主张这些暴力 这次泛民真的做得挺好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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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昨天好像朱可迪都有一点疑似督灰 这句大家再听回那一节 这样都挺危险的 这样的泛民这样做法 就是不同这些港独派 或者叫急独派的人切割呢 那大家怎么看 不如真BC说一下 我觉得 其实 这个陈浩天 怎么说呢 他真的弄了一个时代革命的 因为他第一个 他以前是什么 叫做 为香港独立 是通香港民族党 第一个 以香港民族自居的党 有些人就说他是什么 新分党 但是以前我看不起他的 只说 现在对了 我说他 天哥你好耶 终于肯动刀动枪 不是穿西装 这次 是 直到不得了的 我真的以为他经常是 那些 还要是那些 握腰 就是 那些 叫做握腰的西装 是的 那他当时 很帥 也有点肥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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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芒果佬开麦 芒果佬开麦 以前在芒果佬 王毓民 普罗政治学院 myradio开麦 现在还有 马拉近 你讲一下 有没有听过节目 我有听过多少 他还在做本土最前线的 节目主持 哦 原来他踢走了 芒果佬呢 不查这个 别人当芒果佬是我们 就是不查这个 我的收音机呢 是的 为什么不去搜这个 为什么不去搜青山道的地址 是不是青山道 芒果佬还在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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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报寸了 我们实名举报 王毓民医院 不是 王毓民田医院 田医院 可能和这个陈浩天有关系 可能 可能他们那个 卖收音机 那个台 我的收音机台 普罗政治学院的地址 可能有其他的物资哦 是的 可能在一个收音机里面的煙霧 会打的 这个收音机会出烟的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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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毓民 王毓民就是 他给了这个平台 陈浩天 给了陈浩天 去发声 那 所以王毓民这个人 是难辞其咎的 无论他说什么都好 无论他在东方 写了多少 有 营养的文章 他的罪业都是弥补不了的 因为他就用东方给他的报酬 他就在他自己的台上 推行 不是 港独 我说了 是港独 你别人说港独 真的离了大谱 这个 我们严正呼吁 这个东方报业集团 马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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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要踢了王毓民 因为王毓民 是一个反中乱港和港独投资 谁知道港独投资 是港独投资 那他有工资给陈奥天 投资 哦 那火炭的仓 会不会和王毓民前议员有关 合理怀疑 是不是 要查一下有没有王毓民的指毛 王毓民可能是个老司巴来的 教他做烟雾蛋 可能 有可能 合理怀疑 因为他被他在那里开麦 是吧 就是可能 王毓民可能本来就是在做烟雾蛋 跟着警察一敲门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闭路电视应该看到 王毓民可能已经跳了四层楼 跌到地上了 就好像门徒那出气 警察可能就没有像廖啟智似 伸着手进去 拔那个材料 手抹着 但是 这个王毓民可能现在真的有些耐伤 香港警察应该去验一验他 帮他验一验身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跌伤 如果有的话 可能当时王毓民就在那里面 这个老师爸帮忙做烟雕蛋 可能有老美男去 王毓民的小孩 老美男 可能是 然后爬枪掉下去 可能好像无间道 和我把那些货放进去 那些 不过我们又回归了 其实泛民 真的到了这么久 他们这段日子 大概都有 有没有接近半个月时间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都叫得挺行下的 这些喷漆 都还在上环 有些人都拍到给我们看 还在那里面 有些警署门口都在那里面 那泛民 那你说泛民有没有跟他切割呢 那一定没有 那昨晚譚文豪 还很勇武的冲了去警署 就着陈浩天被拘捕 这样的事件 还跑去警署 不知道是滑船 还是要求放人 还是调停 林卓庭 对,林卓庭 好回 是,沙田的 是,泰民 是,泰民 就放假消息 假消息炒车 想令到这个马安山警局前面 激迪就装大碧盾 刚刚叫台语似了一个拆斗的罪证出来 就是芒果佬 王毓民的这个my radio 本土最前線的節目,陳浩天在兩個星期之前才做過 嘉賓就是梁粉腸,主題就是仇恨累積,血流盛河 還要拍到他旁邊的梁錦祥的樣子非常開心 他有沒有希望血流盛河 他的樣子很淫賤,一看就知道淫賤不容易 既開心又淫賤,一想起有人死就開心 港獨策鬥 其實一直以來,傳說中國文宣組是梁錦祥就開始 再繼續說,六日之前他們做過一個節目,也是本土最前線 這個題目就是元朗官黑勾結恐怖襲擊 原來他們也有份亂說,有份造謠 這個賊鬥,恐怖襲擊必須追究到底 這個是兩方雙方的嘔鬥 所以現在其實他們那個言論的說法和泛民主流是一模一樣 就是官黑勾結,這個朱西迪也是說這個的 恐怖襲擊朱西迪也是說這個 和泛民其他人都是說這個的 所以可以證明這個泛民也有份幫忙經營這個黃玉民的這個賊鬥 那個主持就是張家顯 嘉賓就是那個 張家顯就是那個 就是法國佬之前 佔中的時候撞爆這個立法會那個神聖玻璃的人就是他了 第一個撞爆 雖然他沒有被人告 史上第一爆 史上第一爆 史上第一爆是他 不過他好像不知道怎樣可以脫罪的 所以這個賊鬥是很神奇的 後面的書架一推開就是製作煙霧彈、汽油彈的工場 因為芒果佬的黃玉民也是最早跟林鄭說 我那時候就扔你汽油彈 我那時候 是啊 黃玉民說的這個是 不過跟著他的眼睛又縮了沙 就說我是說汽水油多和板子而已 不是他說的 是他的中心死中腦美男幫他鬥的 不是他說的 總之都是他的X樣子鬥 總之就是 最後一節他有一節就是一個星期前做的 他就說香港人天不怕地不怕 怕你牛屎佬 這幫人就是那幫 其實我認為那幫黑衣暴徒的主體 就應該在黃玉民的拆鬥出來的 因為他們挑戰這個元朗的居民 就經常都說這個元朗居民是牛屎佬的 劉業強先生是問牛屎佬的 可能也是的 不過芒果佬也照問他拆鬥的 黃玉民也照問他拆鬥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有頭馬拉的時候 有頭馬拉的時候又不嫌 人家一身牛屎臭 還嘻嘻嘻的走過去 這些人都不知所謂 接下來這個 大家那個香港人 八月五那個叫做罷工 香港人會不會跟錯隊呢 這次很難說 你都未知結果 可能很少人 我才知道 你們說現在跟他們去叫做五大訴求 又說要怎樣爭取公義 但原來泛民 其實泛民帶領 雖然說沒有大台 但你又不同的港獨切割 你現在又要擁抱陳豪天 那是否到最後會變成 香港人都比中方 定性為全香港是一個反共革命基地 劉世良都經常這樣說 他經常都說 從來我們香港都是一個革命基地 他經常這樣說 香港但是沒有革命的條件 我可以跟大家說 他經常說孫中山 從來都是 孫中山革命成功不是在香港搞的 他最初宣傳在香港 所以其實這些人 又偽造一大堆歷史去正確 去支持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其實這樣 泛民就有很多人 都經常包庇這個陳豪天 有我們最喜歡的 就是收視的福星 就是毛孟靜 也是經常支持這個陳豪天 經常為這些港獨有說話 就是說這些年輕人支持港獨 是有他的原因的 是 你想一下媽媽先 你想一下媽媽先 我想一下媽媽先 我知道你很生氣 不過這樣說 其實他們現在玩到做炸彈 燃燒彈 煙霧彈 那些 其實香港的糧民 是要想一想 究竟 究竟我應該和這些 做炸彈的人站在一起呢 還是要站開一點呢 好像古思堯那樣跟別人說 站開一點 XX 應該我也要站開一點 看到這些人 因為如果你綁上這個光復或者革命的戰車 你就水洗都不清 你現在看到 雖然說有什麼和平示威也好 或者和平集會也好 但是其實你變相 其實你自己也看到的 到最後一定是演變成暴力 那個暴力衝突啊 或者可能到處縱火啊 但是如果你正常的市民 你見到你不譴責這件事 你繼續同情 那一班 我不知道那一班學生究竟是怎樣 其實被打的學生 或者可能被 好像他們所說的手無處天的學生 被人打 我真的不太覺得 你現在再叫我看這些場面 好像看到是那些所謂暴徒的更加厲害 只不過最後被人 可能警察拔開了他們的裝備 再打回他們 再打回他們 那他就爆光 就是什麼 但是你這班記者看的 只是看著警察 等於外交部說 你不要只看著警察動人 完全偏頗的 好像昨天 圍著警局 夜媽媽 十二點幾至三點 圍完一個警局 知道圍錯警局 屌錯老母 對不起 我又一班B師弄虎 立刻著草酒 又走去搞馬安山 又夜媽媽在那裡吵 還要跟樓上的街坊對鬧 我聽到有個女生說 你有本事 我打死你 即是說粗口罵 這樣也可以 我聽到有一段 因為他在沙田警局罵 吵著那些人睡覺 上面那個人扔他 我隱約聽到有個女生說 你有本事 說完一句 當然是什麼 那些人是神經病的 那些人是神經病的 那些人很快就被人起底 沒有人看到 因為很遠 這麼熱 聽不到 但是問題是 你們又用索帶封住人家 封住人家的警局門口 萬一那個人失火 整班警察一窩熟 他們想的 他們很想這樣 這班人家 其實有消息說 之前放煙花 是他們那些人做的 你知不知道 射煙花射去警局那些人 接著他們誤射自己有 誤射完自己有之後 他們誤射完自己有之後 就順勢屈一個 那些牛屎飛 即是他們說的牛屎飛 即是他們的文宣組 是這麼賤格的 即是他們儲定一班人 其實就是 要將那個和事 引向那些良民 其實他們那個文宣組 是毫無道德底線的 非常之離譜 即是剛剛陳浩天這單 有些已經問他們的文宣 他們立即說 哇 這些燃燒單插裝嫁禍 一定 一定會說到 哇 我真是 他真是大契 這些哪是證據 我對眼睛才是證據 我說的才是證據 你們那些全部都不是證據 哈哈哈 李老闆這樣都行 其實很離譜 所以我們今次的標題叫做無法無天 哇 真是厲害 現在根本上是 即是已經是 集警啊 或者這些破壞政府公物啊 直接去到警局搞事這些 基本上已經是常態化 黑社會啊 黑社會大佬被人抓了 都不敢去這樣封住 是的 因為他們是邪教嘛 他們已經進化到邪教的地步 用一個邪教的文宣組 去令到他們的人 洗腦子 認為我們是正義的 你是邪惡的 芒果佬王毓民 其實應該切腹自盡 用他的血來洗淨這些 這班仆街的罪行 否則這個王毓民 都是應該被打入這個 十八層地獄 永世不得超生 這個我是 回應回我們 我們佛教的 信佛教的網友 有人說我說這個 阿里陀佛 是不尊重這個佛教徒 其實我那時候說阿里陀佛 不是我說的 我是引述回一齣電影去說的 那句對白 不是我說的 就是阿里陀佛不代表什麼 就好像反送中一樣 不代表什麼 反送中不代表什麼呢 就是我講的 但是他們那個戲裡面 那齣六頂記裡面 就是講這個反清復命 和阿里陀佛是一樣的 就不是我說的 要先澄清一下 因為有些佛教徒的網友 對我說這句話 我覺得我是非常對佛教的 非常不敬 那真是不好意思 那這一節呢 我們總結一下 泛民如果還不儘快表態 和這些所謂的 不是所謂的 就是港獨派啊 暴力啊 製造燃燒彈啊 這些煙霧彈啊 這些暴力行為 切割呢 你再不切割的話 那即使你們和他們都是同一份子啊 絕對是 這班人 嚴正警告 嚴正譴責他們 如果他們不切割的話 我們要實名舉報 是嗎 是 還要勸大家不要參與他們的罷工行動 你根本就是變相 最終都是支持這些港獨分子 和這些暴力行為 就算你無法上班 我覺得你無法上班 因為他們想著 阻礙巴士車廠出車 他們現在有這樣的打算 如果你無法上班 那是8月5日 神經病 你要叫人罷工 但又再妨礙車開車 是啊 其實他們就是逼人 這班PK全部都是監人乃侯的 他們就算不是自願罷工 都要監到別人不能上班 那我就建議大家 那天提早一個小時出門口 好 搭不到巴士 走上班 走都要走回去給他們看 就是告訴你 我是不支持這班PK的 我不是港獨分子 我是支持這個香港社會 拼經濟 大家努力賺錢 令香港明天可以變得更好 多點分享我們的節目 多點分享我們的節目 香港就會更好的了 多點介紹給朋友訂閱 記住按訂閱 麻煩請幫忙按 麻煩麻煩 差不多了 22分鐘 休息一會 多謝大家 拜拜